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朝代中 不乏有很多江湖好汉 武林高手不计其数 猛将层出不穷 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将军们对于格斗技术充满了乐趣 一些将领们通过杀敌来鼓舞士气 还有那个时期的青铜器 发展不错 对于武器的制作也很精良 依靠自身的强悍和格斗技术 斩杀敌军多人的将领们 深受人们的敬仰 历史上受欢迎的猛将不计其数 尤其是在汉代的时期 不管是霸王项羽 还是三国时期的吕布关羽等等 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将 从历史中来看 当时的中国 已经被北方的一些永牧民族开始侵占 而汉人不怎么擅长使用军事策略 崇拜的是武力 因此到了后来 武力也就开始渐渐地走向了没落 虽然是没落了 但不代表就此武力消失 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永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可以左右战争 从蒙古到马姆鲁克的战争中 惨败的一方就能看出来 当时虽然所有士兵都拿的武器更加的精良 但是面对持着火器的强敌们还是属于惨败的余防 当时的战争是发生在巴勒斯坦 最开始是蒙古军队占着一定的优势 而埃及人为了扭转战场 就连军官们都开始冲锋陷阵 不仅斩杀了很多蒙古士兵 而且斩杀之后还能全身而退 这就让一些马姆鲁克的士兵发现 蒙古人其实也是人啊 不是什么魔鬼也会死 因此开始拼命杀敌 渐渐的势头出现了转变 蒙古人看情性不妙 也想通过杀鸡来挽回局面 但是却被对方杀死 从此这场战争也就是蒙古帝国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到了明清时期 中国开始相对的封闭 技术发展也很缓慢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但是勇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重视 而西方人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 1860年的时候 外国联军仅仅用了一支舰队就夺取了清军重兵把守的城市 虽然说当时的清军非常的英勇 但是伤亡惨重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之后 勇武能左右战争的能力 开始出现了弱化 其实这里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最重要的因为是生产力的发展 这样供养的军队就越来越多了 从而真正的中国有扩大 有职业素养的军人也相继登上历史的舞台 而勇武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没法完成振奋人心的战绩 因此很多的时代都不见了 不管是奴隶时期还是封建时代 取代他们的是高超的技术谋略和一些奉献精神 一直到现在的中国 一些元帅将军们都是靠的谋略取胜 再也没有听说谁是拿着一把大刀 完成人斩的英雄设计 毕竟这种设计还是很荒唐的 也是过了时的一种老古董 时代在发展中 后来的人们全靠姿势那么无聊 却在战争上取得成功 所以更多的人选择韬光养晦 什么事情都通过动脑子来解决 而不是提着大刀去蛮干 所以现在的社会发展也是越来越好 对于勇士来说 那只是过去式的一种崇拜了